好了 師傅有一個網友 他就說 咦 師傅 其實會不會夏年 即是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夏年啊 其實夏年為何會有希望呢 會不會是因為這位網友 本身都是對於這個 語言學有認識 或者是聽過其他人說 明年本身來講 天光是金 地資是水 理論上表面看 明年來講 金水之年 本身來講是交為 活躍的 所有東西都 除了投資 投機 炒賣 或者是貿易 各樣東西都很活躍 即是表面是這樣的 但裏面其實有條 暗中了條數 是會令到 剛剛將這些事情 全部相反了 所以就不要這麼大希望 對明年 或者有什麼大的投資 或者本身來講 可能這位觀眾 本身自己的運是很好 都不一定 是吧 但是你人運來講 始終都是及不過地運 敗的 始終有被他控制著 即是說 在好運之中 都是很難到發揮得很完美 即是就算自己本身好運 都是較為好 因為地運如果是不好的話 他都會控制了你 即是很簡單 譬如一個人很有才華 很厲害的 做生意很厲害的 原來去到一個沙漠那裏 你多厲害都沒有用 因為那裏都不能給你發揮 即是時間空間不吻合 所以反而明年 我們認為是較為小心些做事 找手較為好些 沒有撥得那麼盡 好